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由德国的华板博物馆结合Vance来支持我们在上海的K11委员 呈现了一个纯正的华板文化的展览 它的名字叫Ride the Dragon 中文的名字 这边可以看到海报 我为这次活动创造了主题的海报叫魔东祥农 在上海这个地方有一条人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画面 从嘴里面有个人 待会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边开始是华板的起源 就是可能世界上第一块华板 然后它是怎么出来的 然后第一块人作的华板 然后第一块商业的华板 然后它慢慢的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知道华板是什么诞生的 华板文化是怎么出来的 接下来是一些重点的东西 经典最经典在华板历史上面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华板 以及在以前有一位华手从在中国飞过长城的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相信这边是一个历史的东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区域都是一些华板的艺术家设计的一些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家做的 你可以看出一个系列 然后一些不同的风格 这次来的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的华板也在这上面 这个墙上是就是根据华板的那些很经典的图案 去做的一些动画的一些效果 就是一些相当于是华板的改装 改装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不同形状的华板 就是艺术的工作 这边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家的涂鸦 这有一个魔都祥龙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卡布拉罗的龙的造型的华板 魔都祥龙就是我们最先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华板文化 很纯粹很根源的华板文化的一个展览 把所有关于华板东西都呈现出来 在中国在上海这个城市来做 那么跟中国和上海有没有什么相通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想到中国的龙 龙跟华板游走在街上和那些华板道里面游龙的那种感觉 就又很又很契合 所以我们刚好卡布拉罗又是一个龙 对说我们就来做一个东西吧 我说如果是一个华板道怎么办 我说那是非常棒 我说最后可以从嘴里面出来 哇哦那我们来做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现场 我们就用一条龙的形状 真的可以在上面华板的一个东西 这边是西班牙的艺术 他的涂鸦 然后现在就是龙的身体 继续往前走 然后龙的建了一个华板道 再加上艺术家的涂鸦的作品 然后在旁边把这样立体来呈现 一个街区就纯正的街区 然后用这种色调 然后整个他把他用平面的银压 和真实的一些电线 一些东西真实的东西去合到一起 二地三地融合来一样 那你感受那种就是展览 现实生活和作品的那种 三个层面的东西 到这边来就是一些滑板周边的艺术品 就是跟滑板文化相关的 但是不是就是全是滑板 就是周边的一些改装啊 或者是一些纯粹的艺术 这个我还不清楚是谁做的 但是能看出来是雕刻的 有点像东南亚风那种感觉的 Hump Truck最后来到一个龙的头的造型 然后最后可以从这个轮子窜出去 还有一个四网印的一个workshop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滑板文化 还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 飞红其实最先的意义是彩虹 彩虹是做Wall Right的时候 滑板的轮子在那个墙上刮出的那个印记 然后不同的人不同滑手去 就感觉是用彩虹的这种感觉 去描述这么一个现象 来自加州的纯正的滑板文化 所以到这个区域开始又是另一个展啊对吧 对就是到这里其实就是加州飞红 飞红就是来自就是Tony Ava 他带来就是他的家 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的文化让大家 就像他的一个家 从他的一些就客厅到卧室 就是这样去了解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 他的人生就是滑板的一生嘛 再结合他对他吃的东西 他的衣服什么他的衣柜 他的包真的就放在衣柜里 他的旅行包就在他衣柜里 然后就对 他因为他跟ERA和 对 滑板写他的ERA嘛 他嘛就是 Tony Ava 爱他的一些东西 就真的 他在那边在讲教书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 就像传统长多岁 他正在我身边 导的 人家乡 他在这边 因为他就有一次 澄伍 在我身边 完全 一般 一般 有一般 有一般 对 有点 在 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